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失落的一角 这是一个关于缺陷和满足的预言 我们在书上可以看见有一个圆 可是他缺了一角 他很不快乐 于是他动身去找失落的一角 他向前滚动 唱着这样一首歌 哦,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 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 啊哈哈,上路了 去找我那失落的一角 有时候他要忍受日晒 接着又是一场冰冷的大雨 有时候冰雪把它冻僵了 接着太阳又出来替它暖身 它因为缺了一角 不能滚得很快 所以也会停下来跟小虫说说话 或者闻一闻花香 有时候它超甲虫的车 有时候甲虫走得比它快 也超它的车 最愉快的就是这样的时刻 蝴蝶落在它的身上 它继续前进 渡过海洋 哦,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 走遍天涯和海角 千里行不怕路迢迢 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 穿过沼泽和丛林 它上山又下山 直到有一天 请看 我找到了失落的一角 它唱了起来 我找到了失落的一角 千里独行不怕路迢迢 我找到了 那一角却说 且慢 先别唱什么千里独行路迢迢 我不是你失落的一角 我不是谁的一角 我是我自己的一角 就算我是谁失落的一角 相信也不会是你的 它伤心地说 哦,打扰你了 真对不起 它又继续上路 它找到另外一个角 但是这个太小了 这个又太大 这个又太尖锐了些 这个把又太方正了 有一回 它好像找到了合适的一角 但是它没有抓牢 又掉了 另外一次 它抓得太紧了 弄碎了 它继续上路 途中遇到了些危险 比如跌进了坑洞 或者撞上了石墙 后来有一天 它又遇上了另外的一角 看起来很合适 它说 嗨 那一角也说 嗨 你是谁失落的一角吗 我不是 那么你是你自己的一角吗 我可以当别人的一角 同时又是自己的一角 你大概不会想当我的一角吧 也不一定是这样 也许我们并不很合适 别这么说 怎么样 感觉真好 很合适 合适极了 总算找到了 总算找到了 它向前滚动 因为不再缺少什么 所以越滚越快 从来没有滚过这么快 快得停不下来 不能跟小虫说说话 也不能闻一闻花香 快得 蝴蝶不能在它身上落脚 但是 它可以唱它的快乐歌 它总算可以这样唱 我找到了 我的失落的一角 它开口唱了 其中的吻 他现在什么也不多 却再也不能唱歌了 我懂了 他心想 这里头有点道理 他停了下来 轻轻把那一脚放下 从容地走开 他一边走着 一边轻轻地唱 哦,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脚 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脚 哈哈,上路了 去找我那失落的一脚 故事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 你们听完这个故事 有什么体会吗? 其实,缺陷是胜于完美的 正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缺陷 才会有追求完美的过程 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我们能自我成长 享受生活 品味人生 所以,同学们啊 我们要学会欣赏爱自己 欣赏和爱包括我们自己身上的缺陷 只有学会爱自己 只有学会爱自己 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